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往上一拱当 扳刀头 线刀钻 冲着秦琼面门一点 秦琼用双剑往右边一挂 魏文通顺着他的劲 轮刀奔秦琼的左肩砍来 秦琼将刀头给磕了回去 俩人走马冲锋错凳 魏文通马抢上风头 说时迟 那时快 只听吃的一声 刀头将秦琼头上的质尾削去一劫 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急忙一锅马凳 拨头下了大道 魏文通急催马 朝秦琼追了下去 秦琼跑着 跑着 胡听有人喊秦二哥 原来是齐彪 李豹 奉许冒功之命前来接应秦琼 秦琼嘱咐他俩多加小心 拨马往南跑去 齐彪 李豹挡住了魏文通的去路 齐彪说 嘿 守同关的小魏 你赶快回去 不然 你的死期到了 你俩赶快给我滚开 如若不听 可知本帅大刀的厉害 齐彪黑黑一笑 说 小子 你是活腻了 我这一锤砸下去 你就得刀蛇 人死 马他架 魏文通端详了他那队 出了号的冰铁 压油锤 按响 慢说他身高过丈 就算他身高三丈八 也使不动这么大的锤 八成是空膛的 不容魏文通多想 齐彪撒马上前 抡起双锤 想先照他头顶砸来 魏文通没敢拿刀赶架锤 用刀头接齐彪的左手锤 只听扑的一声 锤碎了 齐彪哇哑一声 嘿 我这木锤成了炒勺了 我也不要了 拨马便跑 等魏文通反背刀砍齐彪 李豹手托两张七长的大枪 照魏文通扎来 魏文通气坏了 他往外一裹瞪 力刀用力一挂 耳轮就听喀炸一声 大枪断了 李豹说 哇哑哑 杀高蛇了 我也不要了 快跑 魏文通这气越发大了 一见他俩 一个笨东 一个笨西 自己只好憋着火 往正南追秦琼 魏文通追出十多里远 见两员战将迎上前来 前面的战将道 我乃是秦琼蒙弟 王勇自驳党 后面是我蒙弟 谢科自应登 前来抵挡你魏文通 你赶紧回去 不然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 魏文通说 我跟你远日无冤 素日无仇 我追的是秦琼 你赶紧躲开 别怪我大刀无情 你家爷爷 就要会会你这个花刀帅 王勇说罢 马往上撞 迎门就是三枪 魏文通见素英枪 奔他面门扎来 他右手里掰瞪 往上一撞 用左手将刀 转砸在王博党的枪杆上 这时 身后的神射将谢科拉满弓弦 对准魏文通的面门射来 因为魏文通侧身 往左砸枪 这支剑正射在他头盔的左边 指阵的他耳中蝉鸣 两眼发花 定睛一看 原来是大到膝下坎内援战将射了他一剑 一看这情景 王博党拨马往东边跑 边跑边嚷 兄弟 该者他没死 我往东了 谢科也说 哥哥 该者没射死他 我往西了 直气的魏文通浑身发抖 心想 豪闲 我别让他俩裹乱了 还是正难追秦琼要紧 魏文通追来追去 一直追到一条 通往黄河渡口的小道上 再望也望 不见秦琼的营 正不解的时候 猛听的东坡上 有人喊叫苍天 魏文通忙往上看 只见一人喊道 苍天啊 苍天 我是有家难奔 只有一死 我向父母扣上三个头 以尽人子之道 报答二老养育之恩 那人边说边哭 扣完三个头 挺身站起来 笨树底下去了 再一看 那小伙子脚蹬一块土科拉 将脖子套在绳套里 一咬牙 把土科拉踹下坡去 只见他翻白眼珠 口吐白沫 堪堪要死 魏文通赶紧挂刀下马 跑上坡去 把那人救下来 将他叫醒 那人哼哼了半天 才哭出爹妈来 魏文通问 小伙子 你为什么自寻短见呀 那人说他是咸阳人 是贩卖红货古丸的客商 这次 从南兆来到黄河南岸 遇见山东英雄会的一伙响麻 把他值钱的货物全截去了 越想越不能活了 魏文通一听 不由的咬牙痛恨英雄会 随后 魏文通安慰那人 告诉他 自己是同官大帅 奉命追拿秦琼的 一旦追上秦琼 把他押回同官 二次再领兵扫灭响麻 准能将他所失之物 全部找回来 那人听后 十分高兴 再也不去死了 魏文通搀扶着那人 往下坡走去 俩人走到大道当中 那人猛然间说 你闪开吧 说着 又必用力一波 把魏文通推坐在地上 没等他反应来 那人一弯腰 吃 吃 吃 往南就跑 魏文通再看那人 连个营也不见了 心想 这人好功夫啊 他回到坡上 伸手一拉绳套 就长了 一松手 又抄回去了 原来是路金绳 直气的他 哇哑乱叫 死人 正是英雄会的 上至上怀中 绰号地理飞星 魏文通 只得任邓班安上马 往正南追去 走至一座山前 过了山梁 便是一条狭窄山道 双人不能并行 刚走到半山腰 见义乔夫 单柴往上走 他高声喊 乔夫慢走 路太窄 咱俩走不开 你站住 那乔夫 依然往上走来 走着走着 眼看俩人 就要相撞 魏文通大喝道 乔夫站住 我喊了半天 你怎么听不见呢 乔夫说 他耳朵从小就被劈雷震聋了 魏文通让乔夫赶紧下坡去 容他下去后 乔夫再上来 那乔夫 把脑袋摇得像货狼鼓似的 说他骑着麻 多了四条腿 用不着费他的力 就上坡了 可是 挑一旦柴上山 多不易啊 叫他单柴下去 可不成 不然的话 就在这儿耗了 谁也别想动 魏文通见乔夫 卸下了柴蛋 急忙告诉乔夫 他是同官魏帅爷 奉命追赶反叛秦琼 务必让他先行 乔夫说 拿势力唬他也不成 这膀子力气不能白用 魏文通心中虽想 他莫不也是秦琼一挡的 但口里却说 咱俩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乔夫道 这还像话 这么办 我把柴蛋 慢着你的头扔过去 你说好吧 魏文通连忙催他 快些扔 那乔夫 让魏文通低头猫腰 跟着 把两捆柴脸扁蛋 全都扔了过去 可这大活人 怎么办呢 只听乔夫一声大笑 道 今天 我让你开开眼 我把自己也扔过去了 话说完 只见那乔夫 脾气往起一纵身 嗖的一声 跳江起来 当乔夫 跃到魏文通头顶时 伸手把他头盔上的 一颗大珍珠 抓到了手 急着回头 再找乔夫 以示踪影皆无 心想 这乔夫的武艺 真不赖 此乔夫 正是英雄会里的 神偷赛白元 姓侯明春自军级 奉徐冒功之命 故意挡路来的 魏文通烧定心神 催马下山 走不多远 已临黄河岸边 水势浩大 波浪滔滔 抬头一望 秦琼早已在对岸歇脚了 还不时连连向他招手 喊话 诚心斗他的气 他恨不能插翅 飞到南岸 活擒秦琼 魏文通正在气头上 一见西边 下来了一只捕鱼小船 忙招呼瑜伽快过来 渡他到南岸 瑜伽来到河边 要他十两银子 魏文通也不还价 就跳上了小船 行之核心 船家停住小船 要魏文通把船家付了 他一摸钱搭子 是空的 慌忙对于家说 他乃是同官魏帅爷 因奉王爷命 追反叛秦琼太极了 未带银钱 改日可到同官 去取白银白两 船家说我怎敢去同官取钱 到时您一时虎威 把我推出去斩了 还不是跟碾死个臭虫一样 我不干这种傻事 干脆说有钱没钱吧 魏文通一听这话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瞪眼耍起横来了 船家气急了 对魏文通不依不饶 魏文通抽出宝剑 本于家赐去 于家来了个倒叉壶翻进水里 后头班舵的 哭喊着要跟他拼命 魏文通一转身 宝剑又奔班舵人砍去 那人往后一仰身 也扎到河里 不多时 两个船家钻出水面 将船推转得飞快 转得魏文通晕头转向 最后 俩人一使劲 把船翻了个底朝天 将魏文通灌个人士步行 这两个戏耍魏文通传家 也是英雄会的 一个叫丁天庆 一个叫盛艳师 水性最好 凤徐茂公所派 前来水秦魏文通 丁天庆一手将已然昏过去的魏文通 拖出水面 踩着水往南岸走去 丁天庆把魏文通扔上南岸 听盛二人跟着野跳上岸来 上前向秦琼行礼 秦琼打理毕 担心魏文通会死去 听盛二人将魏文通 趴抚在一块大石上 连揣带空 把所喝的水 全都倒了出来 随后 将魏文通扶起做好 又点着了一把干草 用烟熏他鼻孔 跟着他一打涕喷 哼出声来了 眉容他睁眼 盛二人就用绳子 把他捆好 等魏文通睁眼醒来 心里才明白过来 这时一支大船 行至南岸 从船上下来 好些人向秦琼失礼 说笑 魏文通这才知道 是上官敌仙 从铜关跑来 把秦琼炸出铜关的情友 抱于英雄会 徐茂公随即安排 把援战将 轮番诱敌 将他活擒了 气得他蹊跷生烟 秦琼得知大队人马 都去打金笛关了 便召集众英雄 压着魏文通 赶紧前往驻战 一路无事 快到金笛关 就听东南方向 人声大喊 筋骨齐鸣 秦琼让众英雄 催马加鞭 飞速前进 再说徐茂公 自分发人等 接应秦琼后 率领全军过了黄河 直奔金笛关 来到金笛关正北 安营扎寨 晾开队伍 大喊叫阵 阵守金笛关的是 花公吉 花公义 亲弟兄俩 还有四元天将 花是弟兄一听 英雄会来攻金笛关 登时火冒三丈 花公吉 令骑整队伍 出关迎战 两车对峙 花公义洒马 出阵叫战 徐茂公说 诸位弟兄 咱们自山东起城 这是头一仗 要讲究 齐开得胜 马到成功 给咱们英雄 汇取个吉利 那位兄弟 打头一阵 徐茂公话没说完 大家都叫 成四哥打头阵 程咬金一听极乐 忙说 他在大阳山 闲了几天 早把斧子招 全忘了 尤俊达 不管他望不望 在身后 给他的马后 跨一岔赶 这匹马跑得飞快 已经跑到阵前了 程咬金 只好抬腿摘腹 迎敌上前 道 我们英雄会 因昏君无道 官府欺压百姓 我们要为百姓报仇 我劝你赶紧归降 让出金敌关 如若不然 可知我神府将 八卦开山府的厉害 说着话 程咬金一踹凳 迎上前来 掀点面门 跟着劈脑壳 花工艺用刀杆 往里手一合 老程顺着刀杆一滑 说 削手 花工艺盲台右手 谁知斧子又滑回来了 说再削手 这下子 花工艺左手四个指头 全被削了下来 当时 花工艺大刀撒手 疼得他挨压乱叫 老程得意极了 马抢上风头 凭着一轮大幅 只听扑的一声 人头立时飞出去老远 他哈哈大笑 喊道 冒雾 我得进了 花工艺 见亲兄弟阵王 放声痛哭 要亲自出阵 众偏将劝阻不及 他马走如飞 来至阵前 大喊 蓝脸的 你快出来送死 用你的头 祭我弟亡灵 徐茂公对程咬金说 四弟 人家叫你出去呢 程咬金说 我呀 就管开张 现在还是忍着点吧 美极公王军可说 四哥 你不用管了 让我会会 他那口像鼻子刀 说吧 双颗飞虎凳 飞马蹿了上去 花工艺 剑跑来个红脸的 问他是干什么的 王军可通报了姓名 道 只因昏君阳广无道 民不聊生 我等在山东起义 要催倒大隋朝 就天下黎民出水火 请你献出金笛关 你我共襄一举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花工集定要 将程咬金置于死地之后 方可商议 王军可告诉他 程咬金向来不打第二仗 花工集说 那今天 我先要你的残喘性命 说吧 催马向前 抡起橡鼻大刀 本王军可左肩砍来 王军可用三挺刀一力 往出一颗 二马冲锋过凳 花工集回身反背一刀 来了个仙人解带拦腰斩 王军可不容他砍上 回身悬荡换腰 香郎一声 将橡鼻刀挂了出去 俩人打在一起 双方兵足大喊助威 正当俩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 秦琼等人赶到了 秦琼见了 急忙策马上前助阵 跑到进前喊道 六弟 这个花工集交给我了 你回去让大家准备抢金地关 我定要他的性命 秦琼与花工集碰面 叩瞪停马 劝说花工集归降英雄会 共图大业 花工集却要承咬金 为他兄弟抵命 方答应归降 秦琼说 两军血战 哪有抵偿性命的道理 花工集一听 不答应他的条件 就要秦琼尝尝 他那口大刀的厉害 秦琼说 哈哈 我说了半天也不成 你是死期催的 说着 抬右腿伸手 把虎头枪托在手中 踹凳催马 对准花工集心口 摔枪就刺 花工集手 捧刀磕枪 亮出了左鞋 秦琼一绕枪 停把照花工集的左鞋下扎去 就听扑斥一声 秦琼将死尸挑将起来 英雄毁众人 一瞧秦琼枪挑了花工集 一口同声大喊好 真叫干脆 徐茂公一摇令旗 说声 众位兄弟抢官 历时人声大喊 一拥而上 随朝兵将建主帅阵亡 纷纷落荒而逃 英雄会大队人马 乘胜抢进金堤关 英雄会进关后 先出榜安民 让百姓各安生业 把官仓的屯粮 除留下英雄会使用外 剩下的全都救济百姓 金堤关的军民 据是欢欣鼓舞 歌颂再道 随后将投降的随兵分发各营 便入英雄会 四门四官完全换好 城墙上安放挥瓶炮子 滚木石 弓箭等等 以防随兵攻关 总兵衙们改为剧一厅 摆好酒宴 等秦琼到后面见过老太太 出来后 众人纷纷与她见礼 礼必 大家入席就坐 开怀畅饮 欢天喜地 饮酒间 秦琼问徐茂公 对魏文通有何打算 徐茂公说 打算劝他归降 秦琼说 魏文通是随朝的宠臣 骄傲诚信 不尽归顺英雄会 徐茂公说 他若不降 拿他还有妙用 随后 随后 命人将魏文通带上来 一会儿功夫 刀扶手 把魏文通推到了大厅 徐茂公叫他坐下 耐着心 对魏文通讲述 英雄会起义 反随的意义 到头来 魏文通说 徐老道 你说了半天叛逆之事 谁能信你胡说八道 究竟你对我做何打算 徐茂公劝道 常言道 君无道 尘头外国 父不正 子奔他乡 良秦尚之责目而期 你要执迷不悟 那是自取其货 魏文通道 你说随朝无道 我愿保无道昏君 今天杀寡存留 任凭于你 即便我死了 也要为随朝尽忠 徐茂公说道 既然你不投降 我杀了你 那感情太便宜你了 徐茂公说完 命刀扶手 把他先带到西乡房去 随后 傅儿嘱咐老成几句 老成一听 不由得哈哈大笑 徐老道 你这主意好缺德啊 说完 他不出大厅 直奔西乡房 老成来到西乡房 叫人把魏文通 捆绑起来 按倒在地上 他走上前去 三把两把 将魏文通的胡子 都掀光了 魏文通疼得 哇哑哑的怪叫 不住口的大骂 老成把千坟 往魏文通脸上 阻抹一气 拿过红胭脂 在他脸蛋上一抹 还在眉睬当中 打了个大红点 又给他输了个大抓技 换一身 大红段子的裤袄 腰上系一条 绿绸子汉金 脚上穿了一双 大红摩子鞋 魏文通被带进聚义厅 众人见了 全都乐得 前仰后合 把他羞骚得满面通红 恨不得把脑袋 扎到裤裆里 徐茂公吩咐 把他先推下去 然后让侯军吉 上怀中 袁天虎 李成龙 丁天庆 圣燕师 亚送魏文通回铜关 徐茂公又对侯军吉 低语了几句 众兄弟走后 秦琼问 把人送回去是何用意 徐茂公说 这样把他送回去 能把老杨林气死 魏文通休死 他俩一死 铜关垂首可得 这叫一举三德 在座的众弟兄都说 这计策真高 到了次日 侯军吉等人 套了一辆大车 把魏文通放在车上 又买了几百斤 干草装上车 侯军吉让隔五个 远远跟在车后 自己扮作农夫模样 吆喝着直奔铜关而来 到了铜关 侯军吉让大家 埋伏在城外 他独自一人 赶车进城 到了帅府门前 对把门的兵丁说 这是魏文通大帅 叫送来的干草 请赶快回禀王爷 兵丁走进帅府 将外套送草的事 对靠山王一说 杨林说 文通虽说有紧急公务在身 还处处为全军准备粮草 真是忠心为国啊 来人赏给送草的一两银子 兵丁走出府 把王爷的赏钱 交给侯军吉 侯侯军吉到了县 借口要出宫 请那几位兵丁 帮助把草卸下来 自己暗暗跑出铜关 会合众人 返回金笛关 几个兵丁一卸草 猛然瞧见车上 躺着个大美人 一下子都愣了 有个兵丁认出来是魏帅 大家顿时一阵忙乱 赶紧给魏帅卸绳 掏口中破步 谁也不敢多问 忙扶魏文通进府 再找那个赶车的 早没影了 大厅里 杨林一看 走进一个大美人来 心里轰得一下子 惊住了 两旁的十二家太保 也是一惊 魏文通一见杨林 嚎啕大哭 杨林说 文通 你先坐下 为何如此狼狈 文通落座后 把一路上怎么追秦琼 怎么被英雄会戏耍 黄河口被秦 丢失金笛官 被程咬金等人 扮成美人的经过 详细的对杨林述说一遍 杨林一听 哑得一声 就气愣在那儿了 魏文通说 自己受了这样的侮辱 没脸活在世上了 杨林愣着愣着 眼珠乱转 忽然他敞覆大笑 魏文通一见 杖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杨林笑道 这叫一记害二贤 他们准知本觉性如烈火 要把我气死 把你休死 这样同官不攻自破 我用兵多年 身经百战 这个计策 他们那叫搬门弄斧 众人一听 恍然大悟 杨林安慰魏文通说 我一定为你报仇学耻 你给我拨出一军人马 我率领着去夺金低关 就凭我这对囚龙棒 打他个死 走 逃 亡 魏文通不敢怠慢 急忙掉队 准备粮草 十二家太宝齐说 随杨林前往 杨林嫌他们能耐不大 让他们留在同官等候 仲太宝正求之不得 杨林披挂整齐 出府上马 众人送靠山王出关外 随军人马 小行夜宿 鸡餐可饮 奔到金低关正北 安营下寨 丹等与英雄会会战 一见随军人马到来 徐茂公吩咐严加防守 然后与众英雄商议对策 众人各个自告奋勇 唯独秦琼 皱眉叹息 老儿杨林 威名怀疑我等都不是他的对手 必须逢强制取 不可莽撞 一时激怒了小林官 单雄信和铁面判官 尤俊达 说什么 明天也得跟他较量较量 不能叫他逞威 秦琼也不好再拦 嘱咐他俩 明日上阵多加小心 第二天清早 点炮亮队 众位英雄全身披挂 直奔北门而来 这时随盈的杨林率领马部队 早就亮开大队 对着金笛官叫阵 杨林一见英雄会 各个威风凛凛 他后悔没把十二家太宝带来助阵 杨林又想 别看他人多 谁能惊得住 我这球龙双棒 想到此处 催马前 撞来到阵前 一声贺喊 秦琼 你出来 我跟你有话说 秦琼对徐茂公说 他叫他的 我是不出去了 杨林本想 借秦琼的面子 赵安英雄会 喊了半天 不见秦琼出来 气得他直叫阵 徐茂公催促善雄信 尤俊达快出去迎战 尤俊达抢前一踹凳 马往前撞 来到阵前 二人碰面 各自扣凳 通报了姓名 尤俊达抢先一踹凳 摇动五股烈焰 拖天叉 直奔杨林的下巴 底下扎去 杨林的双棒用力 将叉推了出去 跟着右手棒 奔尤俊达的前胸扎来 尤俊达立插一蹦单棒 二马冲锋过 杨林抬起左手棒 朝他头顶打下来 因为杨林马快 这一棒 却打在尤俊达的马后胯上 就听扑的一声 马就他架了 尤俊达打了几个滚 挺身起来 撒腿往南就跑 杨雄信见尤俊达 败下阵来 紧忙踹凳 搬马灌出来 二人碰面 杨雄信自曝姓名后 双手摇起熟铜钉钉 狼牙说 双足踏住马凳 长起身来 用尽平生履厉 呼的一声 照准杨林的头顶砸下来 杨林心想 可叹我年过花甲 不能硬抗 只可一巧破千金 独一拿定 棒搭十字架 不等他砸上十成进 杨林便将十字架往外一推 他就砸空了 不容杉雄信便招 后手棒便掀手招 照杉雄信头顶砸下来 杉雄信只好横着招架 枪的一声 震得他心里发慌 汗珠子直躺 杨林马抢上风头 双棒往右边用力一抡 又朝杉雄信头顶砸来 雄信只得尽力 又一招架 谁知杨林 翻身用右手棒 长腰照杉雄信后脑海扫来 雄信觉得不好 回身招架来不及了 只好往下一低头 就听胖的一声 把他头盔顶扫下去了 耳中蝉鸣 脑袋嗡嗡直响 急忙乐转马头 跑回本队去了 善雄信回到本队 秦琼问 五弟 伤者没有 善雄信这才看到 虎口直往外冒写金 徐茂公说 哎呀 此人不可立敌 只好收兵 咱们再想办法吧 当时就传令收兵 退进金地关 第二天清早 杨林用完战犯 又亮开大队 一瞧楼上插着免战旗 兵丁手持弓箭 不知周密 各个谈笑风生 安然自在 冲着杨林斗气 杨林甘生气 没主意 知道工程必吃亏 只好收兵回营 连续三天 随兵天天骂阵 英雄会闭关不理 到了第四天 杨林简书一封 用剑射进金地关 徐茂公看完箭书 急忙召集大家 到剧一听来 原来是限定明日 叫秦琼率众投降 如其不然 调大军四十万为成 徐茂公对众英雄 把剑书念了一遍 说 我无计可施 只得求计于众弟兄 我点上一支箱 箱尽了 大家还没主意的话 咱们尽早吃顿散伙饭 别容杨林 把城一困 连累了百姓众生 咱们英雄 会算怎么个救民呢 一听要散火 谁也不如老城着急 心说 我截黄杠 是为英雄 会造反用的 一散火 不就全完了 徐茂公看在眼里 心说 四弟 你找点急吧 这坏主意 还得你来憋 大厅内 香烟鸟鸟 鸭雀无声 直到香已燃尽 徐茂公连问两声 有无退兵之计 众人各个摇头 没等问第三声 老城蹭的一下站起来 说 徐老道 慢着 你是首领 你没主意 你这首领还当什么劲呀 徐茂公起身 把正座让给老城 四弟 谁能退杨林 我把首领让给谁 老城便端坐在正座 又让众人跪下向他建立 牛盖等八个愣小子一嘀咕 说 咱先给他磕头建立 他要是没主意 咱们就拉下他来揍他一顿 八个愣小子给他磕完了头 老城摇着那蓝大脑袋 说 免礼 徐老道 给新首领倒茶事后 徐茂公倒一杯茶缝上 再向他要退杨林之际 他一缩脖子 说 啊 我也没主意 大家一听 上前就要往下拉他 老城一看 牛盖等人要上前拉他 王说 慢着 要没有主意退杨林 赶在中间坐着 随后 他吩咐王军可等十三位英雄 明天一个一回合的轮战杨林 功夫一长 老小子就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 太阳将出来 金笛关里一声号炮 城门大开 金鼓齐鸣 人马齐上阵 杨林刚喝完早茶 听到战鼓咚咚 心想 必是响马受我招安来了 盲传令背马 量队出阵 两军队员 杨林一分双棒 马窜出来 喊道 对面哪个 出来答话 程咬金一见杨林出马 对众英雄说 你们一起上 头一个出阵的是扇雄信 举朔就打 杨林力棒一推 二马冲锋过去 杨林有心翻身 打扇雄信 一瞧对过 又来一个使刀的红脸汉 原来是王军可顶上来了 杨林顾不得扇雄信 只好先顾迎面的红脸汉 王军可一摇刀 杨林力棒一崩 走马三世 王军可又过去了 由军打斗叉杆 窜上前来 杨林赶快躺这一叉 二马冲锋过去 王博挡枪到了 只打一个回合 王博挡就过去了 解应灯花枪 跟着到了 后头紧跟着众英雄 一个顶着一个得上 倒牛盖 莫一个杀过去 扇雄信又翻回来 接上了 就这样 杨林支开了刀 挂出去枪 躺出去棍 躲开了说 他顾前管后 只又打左 谨慎应战 风言不漏 后悔自己 没把十二家太宝带来 如今人单是孤 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打来打去 已到吃早饭的时候了 承咬金 招呼扇雄信等六人 先下来吃饭 这边 早有人把大饼 加牛肉送到马前 几个马夫 事后战马饮水吃料 扇雄信 这哥六个吃饱了 马喂足了 又顶上前去 把李豹等七个弟兄 替下来吃饭 他们吃完了 又上去轮战杨林 杨林打着 打着 不禁肚子里头 咕噜噜直响 胯下的马 也就稀溜溜的吼叫 也该喂马了 杨林手下的兵足 干着急 没法接应主帅 他也无法退回来 只好咬牙耐战 打来打去 天骄正无 英雄会英雄 又轮流下去喝茶 歇洗一阵 随后 还是十三元 将轮战杨林 只打了半日 虽说杨林杀法骁勇 时间一长 也顶不住了 眼看他鼻窝殡脚 热汗直流 口中连连带传 尤俊答说 咱们多加劲 老小子快完了 正在这功夫 就瞧东南角 杀出来一员战将 斜下里直奔杨林身后 这员战将早把马的鸾铃摘下 悄悄进前 到头对准杨林的搏相 用力往前一推 来了个 推窗掩月 杨林只觉得后搏相有风 急忙一缩头 他的闹笼锤头紫金关 已被削掉了 此时 徐茂公一摇手中令旗 说 我等杀 英雄会的众人 骑洒坐骑 马部队一拥而上 鼓声咚咚 喊声震也 杨林已累得筋疲力尽 架上又挨了 那员战将一刀 不禁心慌意乱 赶紧拨马 往西败退 秦琼 徐茂公等人 迎上那员战将 声表谢意 战将问 英雄会可有个秦琼 秦琼上前应道 在下就是秦琼 请问你贵姓高明 我姓张 名叫秦琼 秦琼一惊 请问 京师长安 右堂张轩之女 张紫燕 是你什么人 说到这 张秦琼泪水 止不住了 说 那是我的亲姐姐呀 秦琼一听 赶前一步 抱着他失声大哭 众人忙上前劝慰 秦琼擦干眼泪 把紫燕 倒令出关的前前后后 对秦琼述说了一遍 张秦琼听罢 跪倒叩头 失声痛哭 秦琼忙扶他起来 问他从哪来 张秦琼说 自全家被害 他逃出长安 一路上隐姓埋名 好似孤燕也喝 身无定锁 一日 他走到黑虎山下 被一群人截住 抽出驾船宝刀 将为首的黑大汉打倒 举刀要砍 几十个人一起跪倒求饶 秦琼不忍落刀 问明他们来历 仿之是当地基民 受官府逼迫 无法生存 才聚众抢劫的 为首的黑大汉 叫徐黑胡 他问明张秦琼的来历 和全家被害的情况后 请张秦琼上山 败为大寨主 今后慢慢招兵买马 推倒大隋 为全家报仇 张秦琼正无处投奔 只好上了黑虎山 至此 神墨上的官 下任的将 只要由此经过 下山截杀 一概不论 而客商道不解了 黑虎山上开荒种地 有了存粮 慢慢的兴旺起来 一天 张秦琼忽然想起 姐姐张子燕来 急命一楼兵去长安打探 两个月后 这楼兵回到山寨 把紫燕入宫当个机 任杨林为义父 被许配给秦琼 后来又未救秦琼 女扮男装 道令出关 以及白稳身死等事情 报告给张秦琼 张秦琼听了痛不欲生 徐黑虎百般劝解 才止住了悲痛 他俩觉得 只有投靠英雄会 和兵一起 才能给爹妈报仇 商量已定 立即派出人马 四处打听英雄会的动静 过了二十多天 才打听到英雄会攻占金堤关 大家收拾好行李 装了几个垛子 一起投奔金堤关 急至来到金堤关时 闻听炮响连天 人声大喊 原来是英雄会众英雄 轮战杨林呢 张秦琼心想 杨林是隋朝勇将 他不死 如何能推翻隋朝 张秦琼叫徐黑虎领中了兵 从背后去抢隋军的营寨 自己单人独计 直奔杨林身后而来 张秦琼把投奔英雄会的经过一说 众人十分赞赏 此时 徐黑虎已到 张秦琼给大家做了引荐 彼此抱拳行礼 李碧 秦琼忙吩咐摆上韭菜 庆贺打败杨林 为张秦琼和徐黑虎接风 九过三旬 大家正喝得兴高采烈时 徐茂公对大家说 杨林轻敌大败 必然调大兵来报仇 这金笛关乃是四战之地 无险可守 如果把咱们为个水泄不通 日子一长 都得饿死 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一番话提醒了大家 徐茂公又说道 应该找一个山高天险之处 若有这样一处安身立命的所在 尽可一攻 退可一守 就不怕杨林了 大家想一想 可有这么个地方 大家面面相去 想不出一个天险之地来 忽然 王伯党说 他想起一座铜墙铁壁的好地方 要知是什么地方 且看下策 三辅定瓦钢 二红尼